对于国民党当局而言 扣留李佩玉也是想要以此为要挟 阻止身在香港的李继生 北上与共产党协商建国 而对于李佩玉来说 当务之急就是设法将自己 被扣留的消息通知身在香港的父亲 就在这个情况下 我回去怎么办呢 我就写这个密件 就放到去香港的同学 在帕克钢笔的那个管里边 让他到罗宾城到92号找我父亲 主要是和杭州 这个民阁的地下工作者联系 结果就通过这一封信 到了杭州 我们那个同学在西湖边上的 叫朱格林 他把信给我了 这样我就顺利的和 民阁的地下工作者联系上